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比賽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安排一個裁判的獎勵 那會有問題的就是 都可以 就一些專業觀點上的某人手一些建議 他們有一些資料的解讀 或者是專業的名詞上面 可能不太清楚的 再麻煩到詞人他們的獎勵 謝謝 因為我喜歡 他多少在 而且這也不該出的命題 所以 所以 這個 這個 教育局的哪個課是這個 記者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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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歡迎大家參加丁屆交通杯辯論賽 我是本場比賽主席陳怡君 本屆賽事由交通部主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承辦 中華辯論推廣協經會擔任執行單位 首先介紹本次次比賽賽制 本次比賽一台 新式奧瑞剛五次整分制 也就是生論值許五分整 結辯四分整 沒有額外三十秒的反送時間 計時人由辯士發言起開始計時 因發言之辯士經主席唱名後 若遇三十秒未進行發言 計時人將強勢開始計時 主席台將在時間屆滿前一分鐘按鈴一響 請示範 將在時間屆滿前三十秒按鈴兩響 請示範 將在時間屆滿後按鈴三響 請示範 屆時請台上辨士停止發言 本次比賽中即使使用筆記型電腦 平板 手機等電子設備 本次比賽一律由反方開始節辯 胡令外抽籤 接著介紹本次比賽辯題 本次比賽辯題為 我國契然費徵收方式 英台水油徵收 我國契然費徵收方式 英台水油徵收 附加定義服務 再來為各位介紹擔任本次比賽的裁判 在本席左手方的是陳春南先生 各位好 陳春南先生是榮辰電視產品助理 在本席正前方的是蘇昭明先生 謝謝大家好 蘇昭明先生是同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教授 在本席右手方的是賴宜君女士 三號 賴宜君女士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 接下來介紹正版雙方辯士 正方由文化華方擔任 正方一辯李宣神 各位好 正方二辯陳志豪 大家好 正方三辯有黃柏翔 各位好 前面由正方三辯擔任 反方由成功大學擔任 反方一辯李明澤 大家好 反方二辯蔡維廷 各位好 反方三辯蔡東霖 各位好 前面由反方二辯擔任 最後提醒大家 請在場各位 於比賽中全程正確佩戴口罩 為了維護比賽志士 比賽中請勿補長真話 並將手衣關機或調成靜音 比賽將於領響一分鐘後正式開始 謝謝大家 請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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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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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幫要透過水油遮授的方式影響消費者行為 採用燃耀性較加之車輛 並且讓市場佔比往電動車的方向靠攏 進而推廣環保車輛 謝謝大家 請反方二變上台質詢 記得要按市場佔令聽到 累計數全市 各位好 先確認領方的置物 第一個領方才學有徵收領方的費力 契車是2.5塊 才油是1.5塊 那在你支付底下 現況底下的免徵多以下有七個 寧方只打算保留電動車 所以包含像大眾交通運輸那一些的免徵 在寧方支付底下會變掉課徵 那理由是什麼 他有使用道路 所以寧方認為只要有使用道路 他其實就應該要去繳交他的器材燃料費 這是寧方的邏輯 那寧方剛才有談到 社會扣回到寧方第一塊使用的付費的原則 就是寧方你覺得使用道路越多 或像是越重的人 他們就要講越多的錢對不對 OK 我先確認這是寧方想要證明的利益 那我像寧方有談了一些額外的配套措施 比如說 提高檢舉獎金總七萬到七十萬 跟對於寧傳課徵五十萬的罰金 好 那在寧方支付底下 電動車你不打算進行補貼 對吧 對 不打算進行課徵 好 我要確認囉 如果寧方所在乎的價值是 如果我有使用道路 我就應該要付費 對 那為什麼對於電動車而言 他有使用道路 就是他有開車上路 為什麼他可以不用繳繳錢 因為現況現在政府他是希望去 讓電動車這個產業去 就是你希望能夠達成態就換新 所以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可以進行退讓 所以這表示 使用者付費並不是一個不能被讓渡的價值 而是要評估制度可能帶來的外衣效果對不對 就是假設你有額外的好處的話 我們可以不要追求使用者付費 對吧 因為寧方覺得能夠太舊換新 所以可以不要使用者付費 反過來問 如果在寧方的制度底下 可能會產生額外的避害 比如說地下遊行的出現 那是不是也可能因為這些理由 就可以讓使用者付費變得不再那麼重要 可以被讓渡 這一塊可能要 對吧 因為我為了重要的利益 可以讓渡我的使用者付費 那反過來 如果制度的實行也可能帶來嚴重的避害 是不是也不一定要追求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那這一塊的話就知道 好 謝謝 我先跟你勸到這裡 那往下 我們在探討 在汽車燃料費的框架底下 是否需要去追求使用者付費 需要先界定汽車燃料費在法律上面性質對不對 因為比如說租稅 規費或是免稅功課 他們可能在法律上面賦予它價值的追求不太一樣 那我先確認關於汽車燃料費的界定 高等行政法院的多數判決都認為它是一種特別功課 對吧 所以你方也認為它是一個特別功課 所以你方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在特別功課的框架底下 使用者付費是一個應要被追求的原則嗎 我先確認你方有沒有打算正面舉證 在任何在法律上或在學術上面 為什麼在特別功課的框架底下 使用者付費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你方追求是個體之間的最秤對吧 就是我個人有用戶 我就應該要繳錢 因為現在欠廢費他的立法目的就是要拿來宣券公路 可是我的意思是 你方正有在談的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我想先確認你方有沒有正面的去證明 使用者付費在特別功課的框架底下 是一個重要的價值 你方沒有拿出任何一份 比如說四字判決高等法律的判決 或是陸母來告訴我它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我反過來告訴你 第一個這是東海大學論文 它去說明在特別功課的框架底下 對於特別功課的納稅義務人而言 國家無虛為相對因之對待給付 所以這表示對特別功課來說 其實我們並不一定需要去追求 我有用戶就應該要繳錢的直接對等關係 直接對等關係 對 就是不是我錄用的越多就應該要繳的越多 這個原則其實在特別功課底下 它其實不應該被追求 對吧 至少我來錄文章告訴你 因為它就是特別功課的定性之一 而且我在舉第二份 大法官私字第593號 就是你幫追求使用者付費 可是 大法官私字第593號告訴你 就是課徵專用於公務養護等目的 是汽車燃料使用費 而未急於所有使用光路之人 都固然對於汽車所有人有差別待遇 但唯以汽車所有人為課徵對商 並非自一的選擇 符合國家基於達成公務養護等地方目的 與平等原則尚無抵觸 這是說明了 就算我只針對汽車這個族取課徵 而沒有對所有使用用路的人進行課徵 也沒有違反平等原則 對吧 所以我先確認至少我的大法官私字跟論文都告訴你了 你的使用者付費 就算沒有很完整的被達成 也不會被認為是一個避害 對不對 應該算是說 在我方稅底下 我們認為說應該要 再多一點點 沒關係 那我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第一個他其實大法官認定他並沒有不公平 第二個論文告訴你他不應該被追求 所以為什麼他還能是一個第一式 林芳算是進步解釋對不對 好 我往下跟妳討論了 就是 呃 林芳 在民芳的世界底下 如果水有徵收的話 汽車的費用數上升 謝謝 請反方機面上台爭論 請反方機面上台爭論 將欺然被反映在民眾每次交友的特徵方式 隨車重徵收 則是另一種收費方式 有比現況隨氣張徵收 車重能納入電動車一併課稅 並且更確實地由車重反映出對路面的傷害程度進行課稅 我方制度 將採取隨車重徵收 並預期帶來以下兩個層面的利益 第一 隨油徵收 比起隨車重徵收 具有更大的社會成本 政策不是兒戲 一個政策的推動 往往牽引法而動全身 些微的改變 將在方方面面造成對於社會的影響 我們認為 若推動隨油徵收之政策 將帶來以下三個面向的社會成本增加 首先是系統的建制成本 包含針對2460處加油站與加計站之代繳細的氣燃費的計費 與新聞系統 以及建立相關產業的辨識機制以及退費機制 例如漁業機具 同業運用具等 屆時針對人員的訓練以及金錢的開銷都將是負擔 其次民眾適應也將帶來挑戰 2015年時政府改成不用每年都更換行造後 民眾不再像以往一樣和行造費一起繳納氣燃費 這樣簡單的改動卻造成全台因為繳納氣燃費 而遭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的機車 必定兩百萬輛次 車主不僅得補交並還需負擔罰金 或許未來民眾能慢慢建議新觀念 但在短期內對人民造成的困擾 以及對財政帶來的不穩定性都切切實施造成傷害 最後隨著電動車市場暫比逐漸上升 隨後徵收勢必不是長久之計 事實上政府變規劃2035年前將全面停售燃油車 短震的風險也讓政府財政蒙在陰影之中 反共有方制度 現況下車主姓名、身份證字號、車種類別、行事規格等車體資料 經完整登記於公路監理諮詢系統中 依照車輛行事規格即可得知車重 搜集方法也與現況一樣 並不會新增成本 第二個層面 隨後徵收將帶來地下遊行的問題 造成供養子環保的傷害 民國五十年間 政府變成將氣南費改採隨後徵收 每個月算加增1.2元 但這別期造成一夜用油大量流入地下市場 氣南費收入在一年內大減35% 因此僅11年政府就火速改回隨車徵收 目光回到現代 五十年前的教訓並沒有讓地下遊行的問題得到解決 政府雖然在民國九十年建立石油管理法 加重罰款至新台幣一百萬至五百萬元 並沒入其石油、製品及其所石油的家廚油設施作為主罰 但特殊的效果仍相當有限 新北市破獲的七十多件地下遊行案件中 明明都依法沒入加油器材 並開罰單一百萬元罰款 但由於主事者幾乎全部脫產又沒有罰責 不僅毫無特殊的效果政府也收不到罰款 華視新聞編報導因為設施成本很低 一旦查獲他們都可以馬上再逼近門戶 新北三重一間地下遊行 明明連續五次土地檢查都破獲期販售假油 累積罰單超過千萬元 但由於遊行負責人脫產 一毛錢也不用付 隔幾日備好器材變成再度營業 又不是民國九十六年政府強制加裝漁船航程紀錄器 與歸幣道賣問題 但道高一尺謀告一丈 由從馬上找出新的辦法 根據東升新聞指出 有不肖船長利用工具仿造海浪 在漁船停止的情況下增加航程數 騙取里程取得補助的漁業用油 逐漸事後的管機上警方的無力 在事前的機查上頭也同樣面臨結構性因素的挑戰 卡油新聞網表示 現行機查方式難以喝止地下遊場 理由便在於機查地下遊行的主管機關能力不足 也缺乏專業訓練 種種的結構性因素也導致地下遊行的情況屢見不鮮 地下遊的來源更是五花發門 柴油方面透過漁民勾結利用補助賺取價差 汽油方面則是進口溶劑油混沖 自行參拜甚至到頭中由油品私下販售 交通部相關研究指出 地下遊品佔柴油交易市場達七成 汽油油一成左右 顯見規模之龐大 台北縣政府澄清機查案便指出 縣府光是當年便已經依法取締的十多家機下遊行 總共70波箭 2016年高雄港警局也查過機下遊行 儲藏柴油多達16000公升 且內設儲油槽兩座及加油設備等 為大貨車加油模擬 該遊行以每公升16元買進漁船用柴油 再以16.8元買出月營收八萬 舉輕以民眾 光是0.8的價差就得以某幾暴力 對方柴油增收將使柴油上漲1.5元 汽油上漲2.5元 勢必再給消費者更大的動機前往地下遊行 漁船業者也勢必將因為相應的退費機制 而更加有利可圖去經營地下遊行 而地下遊行的行程更會造成外野傷害 在污染層面 行政運營跟報告指出 地下遊品含流量超出標準值18倍 嚴重影響空氣品質與民眾健康 環保局指出 貨車使用漁船用油對都市的空氣品質傷害相當嚴重 而在公安層面上環保局跟指出 石油為易燃氣體 地下遊行設備簡陋卻把嚴密的消防及安全措施 違反相關法定 而它通常會在都會區域住宅區任營業 有如不定時炸彈 實務上 張花雨間地下遊行也曾發生爆炸 造成附近工人被彈飛 10公尺後終於不治 做上的手術 無論是從急增成本上可能會突增成本 因或者是在實際上外延的傷害 或者是地下遊的問題來看 我國都不應該 我國都 我國都 我現在被中的房間都不應該採取 謝謝國 請正方商店上台提示 我想請正方商店上台提示 請問您先確認一下您幫我們要去變動現況下 現況下的話關於徵收的項目是沒有的 然後把環商對應的話是 頂多就是如果您幫說您幫要採說檢舉假金調到70萬的話 可能我幫現在也會調到70萬 所以您幫也要調整 對 然後法環的部分的話現況下就有150萬 我想確認一下您幫調整的原因是什麼 調整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當然也認為說現況下本來就有DIM用的問題 像是在空污費的部分的話 也可能會因為水油徵收空污費 所以可能會有相對一點點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在您幫的立場裡面 其實也認為我幫在去調高檢舉獎金 以及是在相關的部分增設法環的部分是有效 不是不是不是 我剛剛只是想說明說在雙方世界之下的話 就算你的法環是有那個相關的措施 也不代表它有效 又或者是縱使它有效的話也不代表 所以您幫到底有沒有要做 因為如果您幫覺得這個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效 實際上脫產狀況很嚴重的話 那您幫還要去增設這部分幹嘛 因為我幫在認脫產的部分的話 是說是它可能你偏查過它的相關設備 沒關係沒關係我往下去確認 所以確認一下至少在現況底下隨車徵收的制度上面 其實沒有打算去做任何的調動 有有我幫調動就是有納入現況下的車 總會因為你的不同車 現況下我們是考量你的排氣量低級出來 那我們現況下怎麼 我可以知道一下在你採用隨車重徵收的情況底下 具體的狀態是什麼嗎 就是您方要如何去進行價錢 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嗎 價錢嗎 可能就是依照現況下定出量級嗎 比方說像是500到1000CC會有一個量級 所以我們這樣我們要試一下可能是 500到1000CC會有一個量級 因為或者是我們可能會比照像是 那個在日本也有自動車的車重稅 所以您發出的制度在哪裡 我直接問啊 就是因為我想要知道在你的制度底下 到底是怎麼去課徵 對收的 你指的是 我們就是把它運輸到不同的車重做分析 做分析 什麼樣啊 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你在這個部分其實沒有清楚解釋 你的想要去修正制度之後 採用制度內容是什麼 那我現在確認一下 你具體而言打到去指引我方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在我方的世界底下 可能會有行政成本增加 這個部分是 建制成本 在建制成本增加 就是說你方現況 日常的一些預約用的稅費 OK 然後再來是我方世界底下 會有地下油行的問題 對吧 對 那我先確認一下 在行政成本增加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說我建制成本之所以增加 是因為我必須要去跟2400個加油站 其中一個 然後還有你跨部會之間聯繫可能會有公文的成本 所以你這個世界底下制度建制成本到底有多想 呃 單就在我們變動成本的第一個 建制成本上面 我方沒辦法告訴你說具體的數目是 你沒有打算要去具體成本 但至少我方可以確認說你方現況下有沒有 告訴我說你方現況多想 謝謝 那我先確認一下 其實雙方世界下不知道具體而言 誰的變動成本變得更多 變得更多 OK 那我在行政成本的部分先跟你確認一下 現況底下的空物費 是不是也是透過加油站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去掙承 掙承受空物費 換而言之 寄存的跟加油站的合作的這一個區塊裡面 其實是現況底下寄存的 對吧 呃其實不是啊 在聯繫上面有什麼樣的困難嗎 因為就好像現況下 你車也有使用台照 還有那個 氣攤費比較增足 他們是分開機單的 所以就算你對於同一個 從一個項目收集不同的稅務的話 可能也會有額外的 郵資或是通知的成本 OK 所以是實際上 其實不一定像地方所談的一樣 只要我們有收空物費 我們就可以一併收氣攤費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在整體制度運作上面來說 加我站其實是很熟悉的 只是在你認為說 在計單的這個過程當中 產生了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造極增加了多少成本 應該說跟他聯絡的時候 相關的機制 不要去 另行規劃 因為或者是在相關的那個 聽不太出來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幾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 在終端上面 你沒有打算去證明我 建設成本 應該說沒有 建設成本單只有跟挑戰溝通的成本 還有關於說 像是什麼 沒關係 我再回頭去討論一下 地下遊行的部分 對 請問一下按照您方的立場 地下遊行如果這麼嚴重的情況底下 你發現有沒有要打算 連同現況底下的空污費 也必須配除 我覺得分個案來討論 就是不同的稅務 要做不同的討論 因為現況底下空污費 也會針對於農業用 有跟農業用 我覺得狀況講的 空污費的話 所以你沒辦法 採用其他方式來課徵 但是在至少在 那個氣燃費的部分 我可以告訴你 有其他不會影響到 遊民相關的方式 可以課徵 但是空污費的話 如果您方認為空污費 其實也有其他方式 可以課徵的話 能避免要 聽起來有好問題的話 聽不太懂 按照您的說話 現況底下空污費 也可以像您方一樣 採用水車 不過我方解釋的意思就是說 隨 我方可能 其實就是如果知道 你應該 沒關係啊 問題很簡單 就是我方當然知道 空污費跟空污費 相關的問題 但是在氣燃費狀況 至少可以證明 誰車重不會下禮方 必須更好 請正方客箭 進台南社會 請正方客箭 請正方客箭 進台設備 大家好 今天先來講一下在反方守則的時候發生的特別功課 在這份交通部107年運輸研究所的這份研究報告裡面 他裡面提到一個概念就是 特別功課的徵收具有特定目的 為了特定的用途才適合收 所以特別功課有科徵的特定對象 是具有相同特徵的特定族群而分一般大眾 而用途對該特定族群用逸 所以我發覺其實不是很理解的 就是反方他們守則想要收到的那幾個結論 比如說這個 使用者付費的平等可以退讓 那是相對於什麼價值可以退讓 這次往上去講是特別功課 比起我們 一般我們講說稅收不是是我們實際使用的情況 比如說你要算稅機 然後稅率是你另外的地方 但是稅機你認定的那個科稅標的 是長怎樣 他是怎麼認定的 這件事情應該是很重要的吧 為什麼在他怎麼會說 既然費是特別功課 然後特別功課的情況下 那道路使用就是每個人走的里程度 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 目前為止其實我還是很疑惑 好 所以再往下去講 他方想要用這個車重去徵收 所以雙方的制度的根本差別是 他方基於前面那個特別功課不太理解 為什麼的原因 所以他還是像現況下一樣 用這個既然費徵收的這張表 然後去計算 這邊的氣高速分類應該是改成車重 或他方要合一 這比起不太舒服 但假設是車重好了 然後再往下去 用下面的公司 應該是去試算 道路使用量 然後再乘上費率吧 但是如果大家看下面的公司的話 會發現 其實他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去用這邊旁邊 這份表是101年出來的 所以他用這份表上 上面是不是去計算 每種不同分類的車別 然後還有他的氣剛速的道路使用量 所以道路使用量是一個 第二個是他這邊其實還有耗油效率 所以耗油效率 跟道路使用量轉換之後就是耗油量 然後往下再乘上費率 就是乘上汽油的2.5或是1.5 所以大家會發現現況下的邏輯 其實還是說 雖然我不能夠很準確的去預估到 我是用表去估 你實際的道路跑多遠 但是我還是在意 你實際大概道路的使用量是多少 然後確定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再轉成油耗 再用廢機去科針 所以為什麼這個廢機的認定 就是我們去看他的道路使用是 可以被無知 或是行不太重要的 到這邊也聽不出來 再往下繼續看這張表 這張表我們拿小客車來看好了 我們拿最低的有資料的幾句是 使用率80 然後每日行程 行程度乘數是60 到右下面的公司你存上12的話 你去換算說 為什麼在這個 副表一 他去講他背後換算的數字 副表二他告訴大家 他最後實際徵收的結果 你真的去算的話 你會發現 用費率2.5汽油的情況去乘的話 其實他們背後去預設的你的 道路的使用量是 17125公里 那回過頭來 我們看這個 105年的小客車使用 一樣是小客車的使用狀況調查 會發現 平均來講 每個人的使用率 乘數只有9134公里 再往下去比對 平均 只有他上面最低級數的17000 你這個最低級數 你再往下去看的話 他甚至會 預估你到2萬3萬 那實際的情況只有9000 的時候明顯是不符合我們 道路的使用的 再往下去看這個小客車的 這個使用量的分佈 我們看到1萬5到2萬的時候 是8.5%的百分比 然後5萬到1萬的時候是33.5% 1萬到1萬5千的時候是19.7% 所以實際上道路使用的 使用量還是有所落差的 在使用量有所落差的時候 為什麼他幫 隨車種直接用表去假定 徵收的這個方式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有些人 有很多人他們只是 5000到1萬 卻跟15000到5000的 這些道路使用量 有如此差距的 這些人 他們平時 收的信用費都是一樣的 這件事情很奇怪 在網站去講 他幫說地下遊行 第一件事情是 現況下其實 地下遊行 因為有營業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政策 既有的產業保障 所以就有了30%的價差了 在我方美工車 增加2.5塊以後 多了大概10%的價差以後 這個價差到底會 造成在我方世界下的地下遊行 增加多少 多增加多少的避害 如果他 這他幫教網站去講了 再進一步去講 就是我方其實 正方反方一樣 就是有那個犯罪成本的增加 不管是監舉的獎金 或者是我們刑罰的增加 在一真一解之下 我方這件下 還不會不會有地下遊行 增加還是減少 你是他幫要去證的 為什麼證明這件事情很重要 要是 其實反方也沒有講 他們應該特別講 他們並用哪些制度 反方也沒有提到 現況下就有了30%這些 為了保障產業的這些優惠 有沒有要拔除掉 這30%的價格 有沒有要拔除掉 如果沒有要拔除掉的話 其實很奇怪的是 我知道有些地下遊行 他們會逃費 但是這個逃費的程度 就像所得稅逃稅一樣 有些不好的所得稅制度 逃稅是會逃到 你根本收不到稅 那稅機是會被 侵蝕到不可接受的程度的 他方也要往下論證 那個我方世界下地下遊行的情況 會不會讓我方被侵蝕到不可接受 要不然就是第二種情況 就是其實我知道大家可能 這社會上還是有人會逃所得稅 但如果你因為 制度上面總是會有錢人 他們故意的去犯這些 用比較多的犯罪成縣的話 好 謝謝 請反方三遍上台質詢 請反方三遍 計時疑慮30秒 嘗試計時開始 各位好 同學你好 我先確認一下 就是你這個 說幾 我先確認一下 就是你的這份資料裡面寫的這個 特別功課裡面它有 個體上面需要有對相關特定讀選區做的課程 呃 是的啦 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來 那我看 我看好 就是這文可以借我一下嗎 這份資料我其實有看過 就是它在描繪就是特別功課跟 其他的費用就是比方說規費 特別功課它是 要有共同報廠 而規費才是要有個別報廠 什麼意思 意思是個別報廠是每個人用多少 繳多少錢 共同報廠是這一個群體 會因為道路的修建獲益 我們就對這個群體課錢 所以 處理到這個層次 在特別功課的概念裡面 其實不需要處理到有個別報廠 對吧 可是反過來說 那我如果有個別報廠的必害是什麼 不是 我這邊確認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這邊確認的是 你的這一種個別報廠的處理方式是規費 其實規費的理解 才能這樣子做 如果 產生這樣子做個別報廠 對的話 特別功課的話 他追求的事情 只要他有共同的報廠 這樣子課徵就可以了 我確認到這邊就好 其實還需要檢證的是 他是不是特別功課 其實你剛才也承認他是特別功課 而且我方也有 我方也有舉證兩份資料 無論是大法官的事實 還是高證行政院的判決 都說他要特別功課 如果你覺得是規費 你會不會來 我後面主張用我的證明 我問一下問 我問一下問 就是你倒過來 就是這個不公平 或者你說的個別報廠 會有問題 你認爲的問題是什麼 認爲的問題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你 你有沒有法理上面的依據告訴我 如果不這樣做 對人民的財產權 或者是平等權是有侵害的 還是倒過來 如同我方 大法官司司所說的 並沒有對平等權有侵害 不太清楚大法官司司 沒關係 我往下 我的意思是 他就是沒有用那麼多 但他會被多收錢 好 沒關係 我往下問 就是在你的 我往下問喔 你理解那個個別報廠 就是個體的對價關係 在現況底下 你知不知道就是 冷氣它有沒有開 會影響燃油的使用效率 高達20%的程度 這個時候是不是有開冷氣的人 在你的事業底下 會因為他開的冷氣 被交比較多的錢 他開的路沒有比較多 我的態度叫做 每個計算方式都有它的極限 但在這個 好 我先確認 在你的制度裡面 個別報廠的價值 也沒有辦法走到極致 因為他一樣會有別的 跟道路使用沒有關係的因素 被考量進去 但我不確認 你耗了比較多 有被 要課比較多錢 但這邊我要跟你解釋是 我們真的沒有 我們現在目前 就沒有在那間技術 知道說你實際在開的時候 你冷氣太多兇 對吧 但是回過頭還是 在製作比較裡面 我是好比你多算的里程數 我知道他走的路是長還是短 但你方沒眼 沒關係 我先確認在你自己 想要追求的個別報廠 這件事情裡面 你也沒辦法追求到 他有明確的 我問一下 我往下問 如果你在成本的部分下降 你想要找到的結論 是不是 這筆基金 特別公特 這款 細然費的專款專用 它要足夠拿來修建道路 可是這個前提 應該是 你也希望追求的 才去談你的成本有下降 對不對 坦白說 如果我方最後 依照現況下的費力 就是出來 錢會有一點點少 因為看我剛剛算那麼久 是會有什麼 我發現也認為是 它按照實際去可真 本來的是超真 所以剩下要再做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們會希望 這筆錢能夠有足夠的足額 去做道路的養護 但如果是超真的話 就要再往下 我知道 好 那我往下問你 在你的世界底下 如同你第三個論點所預期的 希望未來的電動車會變得越來越多 在這個狀況底下 是不是未來總有一天 你在市面上面 用電動車變得比較少 所以你用一樣的費率收的時候 你的金額會不夠 同意 所以在2021年 如果我沒有辦法再照我先放下面收 所以我要在2020年 現在改製多化病房藥證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在2030年 我才要 電動車才會 讓我氣癌費很難去科真 好 我先確認一件事 其實也覺得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沒有 有沒有覺得那個是假設 2030未來電動車會 漲到80% 這全然是一個假設 我只是說 可能2030 可能2040 可能2050 在未來總有一天會走到那個速度 對不對 因為現實現代辯論原則 所以在2030年 我們再來辯論 你覺得那是那個時候要討論的事情 好 那我廣下問題 如果你現在把制度 改成你的制度 到未來是不是 它會有再一個變動制度的成本 要再變回來一次 或是變回別的制度 對不對 但我不用 因為我的世界可以用這個制度 走到很久以後的未來 它一樣可以刻到電動車 一樣可以刻到那些 現在還沒有刻不到的人 對不對 我的評價有兩個 第一個是目前看不出來 為什麼要放棄這個變動成本 第二件事情是 那個變動成本 不就是我們政府為的適應社會 必須要負責的嗎 為什麼 那個變動成本 我的意思就是 在現代的社會裡面 電動車的數量會越來越多 但這件事情 是我們能夠理解的 所以你要解釋它的程度 你其實也認為 希望會它越來越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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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大人 我們嘗試一下 謝謝主席各位好 這場比賽先有兩個重要的事情要被討論 第一個就是正方所討論的公平它的實質上內涵是什麼 第二是對於關於在制度變動之後所帶來的相關的附加銀行方法充滿的計算 我們先處理第二個公平的問題 首先就算以對方的個別對場的公平來看 在他方打算去用藍油來反應道路使用上 我發現任何不夠精準 有是因為就如同我往前面所談到 你今天藍油使用包含跟你的汽車的實用量多過有關 或是我發現可以舉的資料告訴你藍油的使用也跟車身的顏色有關 或者是你在車上如果你因為塞車而被卡在路上帶住了 也會增加你的藍油使用效率 那表示什麼 有是在他方的制度底下 雖然說考慮了一些可能會有利於公平的因素 但反過來像是車身的顏色是否帶住 或是以前的效應那一些跟道路的使用沒有直接相關的變數也被考慮進去 所以就他的判準而言到底會不會變得更加不公平 其實是我們無從得知 可是反過來為什麼我幫他去解釋在特別功課的概念底下 要追求的是共同的報廠而不是個別的報廠 特別功課是為了實現特定政策的目的而被賦予的非稅功課 而在這個標題底下 他跟規廢有個很明顯的差異是 特別功課是想要拿來追求特定的政策目的 比如說道路修建 因為在台方想像底下認為經驗道路使用費只是為了修馬路 可是其實不是 根據那個道路就是汽車染料費的使用比例 我們可以發現 大概有超過半成以上的經費都是被拿來修建馬路 或是蓋新馬路、兔款馬路 這代表什麼 就是規廢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我要申請一份文件給你一個對等的價 可是在修建馬路上面 我們其實無法 就是你不能因為個別使用者告訴你 我又不會開那條路 或者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實際上會或不需要用那條馬路 而對於給你精準的費用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要蓋一條路給 開車的人能夠上路的話 其實在他實際使用之前 我們就必須要先把那條路蓋出來 所以每一個擁有車子的人都能夠 預期能夠得到相關的效益 這也是為什麼在為了實踐這樣重大 而且沒有辦法這些對場的公共政策的時候 我們認為應該要追求是共同的 共同的對價性 而不是個別的對價性 因為反過來如果在他方式底下 如果我們追求個別的對價性的話 每個人就說 我又不會去高雄 我又不會去台北 會導致那筆道路使用的經費 無法被成功的徵收 而是我們無法實現這樣重要的公共目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 應該要特別強調 共同對價性的目的 所以解釋完 第一個在他的公平的範疇底下 個別對場他方其實也無法達成 第二個方向你解釋 我只是在特別功課的概念底下 追求共同的對場 讓一個道路的修建 這樣的重要的公共目的實現更為重要 這方認為在這個戰場上面 是反方佔優的 處理第一個問題 就是他方去質疑 在地下遊行的部分 在地下遊行部分 反方世界底下總是比較 比如說空物費 可能會造成地下遊行 或是任何的需要 可能造成地下遊行 我方必要講 任何一個政策實踐板 就是在理想跟實務中 找尋一個平衡點 所以關於其他空物費考量方 那我當然需要納入其他因素做比較 比如說有沒有其他 可能達成相同政策目的 但更好的選擇 最後當比賽 我們應該討論的性是 在他方的世界底下 如果可能造成地下遊行 可是在我方世界底下 有一個可以不用造成地下遊行 但又可以更好的追求到 共同對場公平線的手段的時候 我們就會認為 在這個當下 我們就應該要選擇反方的制度 這在邏輯上面的解釋 靜默阿棠 為什麼在他方世界底下 要出現地下遊行的狀況 第一個 他方認為在他制度裡 要出現檢舉 可以透過檢舉獎金的使用 或提高罰則的方式 來去規避掉地下遊行的出現 可是 除以第一個問題 在情節段其實我方已經證明了 你就算提高檢舉獎金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地下遊行就算被抓到 他們已經早就準備好要脫產了 所以就算你去查其他 第一個是 他的遊行轉到地下地方蓋 他的修建成本很低 我大不了再換個地方經營就好 第二個 就是 就算我今天真的被罰緩了 反正我已經找紅人頭要脫查地 客戶再多的罰緩有沒有用 這是為什麼我方可能舉證 有很多報的顯示 有新北市郵件遊行被罰了十次之後 依然還是在原地經營 或是有很多遊行罰了三次 就我對他進行三次的開法之後 也還是有地下遊行出現 再再說明 這不是他方可以透過純粹的 加重罰則來解決的問題 所以進步往下談 如果他方證明了 地下遊行存在 是無法純粹透過他方機場方式來解決的時候 他方就必須要去正視地下遊行 總能造成的可能問題 我要談 在大家方世界底下 油加硬層上昇 而且大家要注意 在大家方世界底下 現況免徵的那六類 例如說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他們也必須要去承擔比較高價的油 這表示什麼 在需求面上 會有越來越多人需要地下市場 在韓國人的油 所以表示我方可以證明 在地下遊行上面 你的規模會擴大 這個時候回到第一個重要判決 地下遊行存在 第一個我方可以證明 地下遊行存在 如果它擴大的話 它可能造成城市之內 比如說 潛在你的爆炸的風險 像實證上面 2016年 彰化救人因此被炸死 或是在環保上面 你使用了地下遊行的油 他們會有比較高的含油 讓它對環保造成比較不好的影響 所以在台方世界底下 如果你讓地下遊行因此擴大 造成的不是人民公共上面的危險 又或者是環保問題 我方認為不是更加不划算的 謝謝各位 請正方一遍上台提出 請正方一遍上台提出 沒有尼哈 尼哈 尼哈的制度現在要改成隨車重徵收 對吧 它其實一開始就是隨車重徵收 一開始 對對對 我意思是說 就是它 我方一遍不大不夠輕 讓大家隨車重徵收 那你把隨車重徵收 有沒有一個公式告訴我說 你要跟我們去計算 我可以請台下的便有去遞一下日本的制度嗎 我方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隨車重徵收 我們其實無法明確的去計算 它可能需要課徵的方式 但課徵的模式 會是比如說我今天 我車子在500公斤底下 它繳一個廢勒集聚 500到1000公斤 它就再繳另外一個廢勒集聚 那1000到1500 它再繳另外一個 就是汽車燃料的廢勒 在這一塊的話 尼哈就覺得說 它用那個集聚 它用那個集聚 其實也 照尼哈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用實際去反應到道路使用量 因為你認為 車重這件事情 去排行幾句 在這個車重裡面 繳這個錢這樣就好了 對吧 呃 你的意思是 在我方案制度以下 有沒有打算去追求 呃 寧方所說的使用者付費的公平 好 呃 沒有我想理清一下 你這個問題想達成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方認為 這樣的課徵方式 是相對穩定能夠取得財運的方式 那 欸 我小問一個 就是說 寧方既然從 隨車重徵收 那是不是寧方也認為說 車重對於道路損害這件事情 它是有一個直接關係的 呃 因為隨車重徵收 是因為在現況底下 其實我們 對於電動車 它是無能為力的 可是它其實 呃 它也應該要成為共同承擔的一部分人 所以改成隨車重徵收之後 電動車就會納入五方所談的 共同對場裡面 需要不及義務的人之一 的一個群體 所以你改成隨車重徵收 就純粹是因為你想要徵電動車 呃 對 你沒有想要去考慮說 你改成隨車重徵收的原因 不是因為說 車重對於道路損害有關 純粹是因為你想要把 對我來講 比較重要的理由是因為 電動車跟所有 他們能夠採取 共同的標準去課針 就是如果你是兩百公斤的電動車 你可以收到跟兩百公車攔油的汽車 呃 機車一樣的稅額 你想要去收到他們 他說就是 去收到相同的稅額 你難道不是講讓他們 因為他們有用路 所以你想要去跟電動汽車對吧 呃 呃 道路的 道路的維護當然 我解釋一下雙方查 就是道路的維護 確實是我們想要達成目的 可是我們方想追求 我不是個體之間的直接對加 而是我們希望把電動車納入 需要共同承擔的那一個群體裡面 共同帶入那個群體裡面 因為其實在特別功課裡面 追求是共同的維加性 呃 我先確認一件事情啦 我剛剛前面一個問就是 好 你改成腿穿針收 然後收的電動汽車 你希望電動汽車跟著現在的燃料車 那一些一起付 一起付氣燃費 其實也有希望能夠公平一點 使用者付費原則在裡面也是 那個公平一點是我們 不是 那個公平一點重點我們強調的事情是 其實他應該要被化約進那個群體 化約 就是我們不是想追求 個體之間有一個很一致的公平 可是他如果有使用道路的話 他也是道路的直接受益了 OK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剛剛想要讓 你剛剛前面提說 你想要用那個集聚去收錢 是想要讓集聚成本低一點嗎 是嗎 呃 不是 我應該沒有特別談到他跟集聚成本的關係 就是我在處理 我在處理集聚成本上面 那是因為他是對現況的民眾來講 勞動最小的一個政策 勞動最小的希望 不用那麼麻煩去收 對吧 對 就是我們希望 建造物理的民眾的影響 你剛剛提到說 欠安費這一塊是特別功課 算特別功課 所以你剛剛認為說 這是一個共同報場 大家都要去繳這份錢 不然的話 如果用成個別報場的話 每個人他去推一波說 那條路我沒走過 那這樣我不要繳那條路的錢 你剛剛這意思嗎 呃 對 而且二來是 你在道路的養護上面其實 你本來就無法預期它的具體的使用量 因為你的公務還沒有實際被修建出來 所以我們能預期他們是一個可能的受益 那既然如此的話 你剛剛為什麼不再更乾脆一點 所有的客車所有的貨車所有的機車 都繳相同的一個定值 你這樣子的話 每一台車都平均有收到錢 然後同時的 你還不用去分他們到底話 他們到底世界上話多少 因為平方 剛剛一直跟我說 平方認為使用者付費這一塊 平方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平方想要 就是這個題裡面大家都付到錢 對 所以重點是 你拿來跟什麼樣的價格做交換對不對 什麼意思 就是我認為在我方的制度底下 它是一個比較好的平衡點 就是我理性的態度 它不是完全不重要 可是重點是 你自己拿來跟什麼做交換 所以在我方制度底下 你能夠維持共同對場 而在這共同對場裡面 你能夠維持好個體的對場 這是我方的態度 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正正吧 也是在不同的價格之間 找到一個相對好的朋友 你不要想那麼省事的話 乾脆有腳相同的定值 腳相同定值 你還不用特別看 你不要受多少 沒關係 那下位方便解釋清楚一點 請正當三點上台升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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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然講了一些很專業的術語 但其實講簡單一點 在對方的事件底下 或是現況的修正制度底下 跟現況底下 其實多多少少也在意使用者不明這樣這樣子 不然現況底下他也不用因為著就不同的氣缸量而去評估說他的耗油程度 因此去客增不一樣的費力 也同是對方再去因應隨車重徵收的情況底下 其實說白了也是為了要去體現對於道路的破壞跟維護 所以具體的研鑽做出來在個體上面的一個差異 所以回到這裡 使用的價值能否讓客在收費上面變得更精準這件事情 應該是雙方共同承認的一個價值 其二是在武漢世界底下確實可以在這個部分 他們做得更好 對方說在機車耗油的部分可能會因為人氣的強弱 或是顏色的弱差 所以導致於可能會有一些差別 可是至少先確認一下 是在同樣的顏色同樣的條件 同樣的就使用狀況的情況底下 在武漢世界底下會因應的你使用的油耗量的弱差 使用的道路的多廣 而具有做出差別性的差別 讓他在更精準的時候會使用來實踐使用者付費的價值 可是在對方的世界底下 在這個區塊裡面其實都是會收到一筆錢 所以至少確認一下在使用者付費 就是收費上能否更精準這件事情來說 其實我方一定是會比較好 其次是對方在去在意這個行政成本的問題 可是說白了 至始反方有沒有打算去積極主張 在武漢世界底下行政成本原謀會增加多少 這件事情至始而言從來都沒有去解釋 其次是在武漢一邊的時候其實也有解釋 是說至少根據立法院資料去顯示 改采水油徵收的情況底下約莫可以去減少 十億的追討跟這個金針的成本 所以至少在數字上面比較精準 我發現也可以進一步去透過推論的方式 告訴大家 為什麼改采水油徵收的情況底下 可能在行政成本會比較低 原因是因為在現況底下 隨車徵收的情況底下 他必須要去應應著不同的車的氣缸量去計算 然後來去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去追討 所以他在去激增跟追討的對象是非常多 可是在武漢世界底下 採用所有的真正性的情況底下 他的方式其實叫做先增後退 也就是說在徵收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困難 在他去加油的那一刻起 其實就已經去激增到這個部分了 剩下只是在部分的個體上面 譬如說像是今天他可能是漁業用油 可能是農業用油的這個區塊裡面 應應著現況底下的這個許可證 其實可能要做一個退費的 可是至少在人數的區塊上面來說 我方也認為我方在行政成本上面 需要去負擔的人力 其實多多少會有多差 其實最後回到就是 所以在這個區塊裡面 至少在這個使用者付費的部分 以及行政成本的部分 我認為其實在採用水油徵收 前往底下都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最後對方 我也在去講事情之後說 在水油徵收的情況底下 可能會導致太多的這個電動車 以及是這個油電火車 或是強關省車的這個省油車的部分 如果他比例越來越寬的情況底下 可能會導致在這個財源上面整體的流失 可是其一是 對方有沒有打算要去積極證明 這個區塊的就是產生的 因為我覺得分幾個區塊來講 其一是我方當然承認 如果今天在電動車或是油電火車 發展到一個階段的情況底下 他當然可能要去另外一台調整 譬如說變回對方變有現況底下的制度 或是可能要改成水油徵收 可是其實這個變動中間的 那個行政成本的轉換到底是多少 因為如果他沒有具體去證明 這個變動成本的這個行政轉換的情況底下 對我來說其實就是嘴兩句而已說白了 而且其實這是我方認為 其實在政策的態度上面跟立場上面來說 反而因應著不同時代 不同時期要去追求的政策目標 他自然而來就必須要去對應 去調整說他的政策目標 他政策制度的擬定的一些機制跟細節是什麼 所以說白了 就算我同意 在未來可能會產生有財源上面缺口 但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去追求電動車 去追求這個油電火車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重要的利益的話 對我來說我覺得在政府決策的角度 完全可以接受 而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原因是因為分幾個區塊來談 第一個區塊是 現況底下其實政府在推動電動車跟油電火車的部分 其實會讓人有點疑慮 為什麼這麼說 原因是因為在這個原本這個 前行政院長在清德原本有排定說 在2035年的時候必須要去全面經售藍油成績成 可是這樣的一個目標 其實後來被這個經濟部部長沈隆金打臉 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要坎坎 因為他不打算在這個部分推動更多 不打算積極去推動這個部分的政策 這個產業 可是這個產業其實很重要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在現在 包含是說在巴黎協定的情況底下 多數的整個國際的產業趨勢 其實是盡可能的期望 相關的節能跟綠電的產業 是能夠去盡可能的發展 包含是我發現有在資料去講說 其實全球總共有至少已經有一兆的美元 投入在參觀的投資上面 而能夠去追求這個產業發展是台灣的 請反發提點上台 謝謝 請反發提點上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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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確定在公平的部分 現況下因為銀方的制度也涵蓋了免徵電動車的部分 所以對這群會使用到作人而言的話 銀方制度其實在使用者部分上也存在著不公平的一個理由 先確定這裡說 但不代表使用者部分 沒有沒有我先確定一下這裡就好 至少在程度上有地方缺漏 同意同意 我現在再確定一下銀方指的是說 雖然說現況下的 就是我方在前前都有舉證說 不論是顏色或者是冷氣的用量 這些跟道路的使用沒有直接關聯的因素 也可能會影響說它的耗油勝據 在這樣的狀況下銀方是不是也多考慮了一些 跟使用沒有相關的支出 比銀方考慮多一點就好了 剛才有在生日的時候所以這個區塊 因為我說法就是假設它今天顏色一樣各方面的客觀條件都相同 我至少能夠去真實反應它在道路使用的狀態 可是你們 好 我們至少先雙方確定在公平的層面上的話 在群體的部分 你方有些群體會沒辦法受到課徵 沒辦法體現共同到場的信用 我比你做得更好 至少在群體的部分我們總納度的部分 然後在公平的部分 你方在用量上有地方不公平 只是你方覺得 你方在用量上也有一些地方 像是耗油量 新舊車或者是顏色 擁有的是一些關於說冷氣的用量 也可能會沒辦法反應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先訓練到這裡就好了 然後往下再次問 現況下的話大法官式職業提出了 目前依照群體的利益享受永無來克制的方法 是沒有抵觸公平的 所以為什麼在零方世界需要更進一步的取追求公平的價值 我先講至少在零方的制度跟現況底下制度的詮釋 不是像零方所講的那樣子 實際上克體能 因為至少試制是針對現況下的 你再用自己的內容 因為試制的內容是講說 平等原則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問題是如果今天 沒有他提出說他裡面他不行 你拿出來給我看 好我幫你舉證一下 好你拿出來給我看 因為零方剛才在一變的時候 一變還是二變的時候也是講說 試制的結論不叫做公平不重要 而在於公平可以被其他的利益權分 可是不在於就是跟你一樣的價值的話結論不一樣 好 反正至少結論上的話是現況下 零方在公平上可能又有一些缺點的地方 我幫在公平上 你做得平衡好就好 即正成本 如果剛好符合法定的要求的話 那為什麼那個即正成本會是一股問題 我剛才在處理行政成本這個區塊應該不是這樣 我的說法應該是 因為你似乎打算積極證明 在我世界底下會有很多行政成本 不不不我剛才想先去跟比較淺端在前面沒有處理到 你剛剛認為說現況下會有兩趴的即正成本 大概十億元的支出嗎 對 然後這個十億元支出的地方是依循現況下公路法規 對經費分配的合理應用 那為什麼他是一個問題 是因為他需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他在法定上面去訂說兩趴 不對不對 那是法定在一開始規劃經費分配的時候 就有涵蓋在裡面 就是因為他提到他這種徵收方式 每個人挨家挨戶的去寄單子 那至少這樣的話會造成什麼樣的額外負擔 會有道路上維修的困難嗎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所以使得你方有減少他的必要性嗎 所以我先確認 你也不否認在我世界 如果我讓紫香先這個 就是你方有證明說他有減少的必要性嗎 我覺得兩個部分 其實如果我們今天在基增成本 能夠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換言之代表我們資源使用效率越來越高 也就代表是 其實我們對於人民的財產權的損 不必要的損耗其實是會減少的 如果你要我在這部分去說明明的話 我可以讓我往下講的問題就是 比方說在你方事業底下 你那個減少10億的成本 他的納度說退費 或者是查記地下遊行可能會負擔成本 但你方沒有去調查 不過我完全先問 就是那份資料成本的耗手上有涵蓋說 我可能要退費 因為是先徵後退的狀況 或者是他可能會因為因應地下遊行增加 所以可能要多出差異成本 先徵後退的部分我已經比過了 所以 稍微我要看那份的舉證裡面有沒有考到這些東西 然後往下再看的話 我幫前一段也有一份認識談說 現況下的話 比方說在過去 我們可能會依循著 航照喚罵的時候 順便課證棄安費 然後突然制度更動了 民眾會因此而有不習慣 然後這不習慣對民眾也是一種成本 那你幫既然肯認了 未來都是 電動車質疑成長之後 我們可能要面臨一次自動更換 這個自動更換是 你不然就想要做不習慣的關係 我覺得都是持不及的 請反方三遍上台升任 我來自動更換 你不認識人員 那你不認識人員 我們就想要做策略 你不認識人員 這不是õ尊 不認識人員 如果我們要到處置 然後就可以進行 我們現在是 ءءء 我們在聽 謝謝主席,各位好,先處理在公平的這個大空架底下,它其實有個別報廠還有共同報廠的概念,先談對方的個別報廠有沒有變得更精準,我方的說法叫做在你的世界裡面用燃油來算,因為燃油它也會算進其他的跟道路使用沒有關係的資訊,所以你有一個多的資訊進入到你的燃油計算裡面,讓它變得比較不個別報廠,我方固然知道你也有一些多的資訊, 這是你說的道路使用量,或者你說的道路使用量是跟道路使用有關係的,但在你的制度底下其實是多了一個跟道路使用有關的資訊,也多了一個跟道路無關的資訊,我方聽不出來為什麼在你的世界底下,它比較能夠反應個別報廠,我以後來談第二件事情是共同報廠的部分,在他方的世界底下,因為它沒有爭這個電動車,所以在我的世界底下,電動車還有一般的汽車車,它都要繳納這一筆錢, 來作為一個共同報廠的群體,所以分成個別報廠和共同報廠來理解的話,個別報廠我覺得對方其實沒有比較個別報廠,但共同報廠部分我比較共同報廠,所以在公平的這一個大空架底下其實是反方佔優的,因為我至少能夠滿足在共同報廠裡面對公平的想像,處理完公平的部分回來談,對方回來談,另外一件事情是這場平台反方比較重要的東西,在地下遊行會不會變得比較多? 他方有兩個工坊,第一個工坊是他方說,你調高了這些費用,或者是這個稽查的罰款之後,他就可以有效的解決問題 但其實如同我方二面所說的,現況底下本來你就已經會對他進行罰款,而且罰很多次,但問題就是他會脫查,所以你沒有辦法抓到他的財產,把他的財產讓他吐出來 所以你就算調高再高的檢舉獎金,或調高再高的罰款,我方覺得都沒有用,所以回來談,所以第二個工坊是他方說,空費也會造成部分地下遊行的刑期或者是補貼的問題 但我方覺得這本來就是個別制度跟政策的考慮裡面,要考量他的意義跟比行 所以至少我方能夠證明,在我的世界底下比對方少了這一個,他要增加了1.5塊和2.5塊的誘因,往下舉證 其實我方可以告訴大家,光是2塊錢的這個價差,就可以讓他的投資報收入提高到4.97%,而地下遊行的投資報收入變成4.97% 在往上加這筆錢的時候,他就會讓這個要轉入地下遊行的誘因,變得往上提高 所以讓地下遊行的這件事情證明成功的時候,會回應過來,對應到對方所證明的成本的問題跟環保的問題 什麼意思?意思是成本的問題,他其實沒有考量到我們要追查地下遊行的這個成本 當然他方確實可以說,我沒有辦法舉證精細的數字,至少他有10億的數字 但我方其實覺得這件事情本來又很難被量化,因為你的這個成本的增加 要讓他多增加他的稽查的成本,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分攤在各個部門跟各個人員行政的成本上面的 他可能被量化成一個明確的數字,對一個層次來講,這方不增電動車 然後希望未來會變成電動車的市場,他說在未來的時候再考慮就好 但我方其實也覺得這一個變動成本,就是兩次的變動成本 也是對方要考量的數字,也是對方要考量的成本 第二件事情是另外一個不能被量化的成本,也是對民眾來講有感的事情 就像是前陣子的交通碑前面舉辦的那個獎座,他其實也說 我們希望這個系染碑他能夠使用60年以上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政策的制度,它在短短幾十年內大量的變更 或是一直變更不同的繳費方式,對民眾來講也是一個困擾 就像是前陣子,就是2015年的時候,本來行照到每年換法 變成不用每年換法的時候,就導致民眾不知道他要繳費,變成讓他被拔緩 這個也是對民眾來講的一種困擾跟成本 所以你要把成本,這種不能被量化的成本,也要納入考量進去 所以處理到這邊,我方不覺得他有明確的數字,就等於他的成本比較低 因為其他不能被量化的成本,是他方沒有考量到的 所以到成本這裡的部分,方也覺得處理掉 回來談最後一件事,你們最後想收到環報的問題 但環報的問題,如同我方前面所說的 你地下遊行的量增加的時候,因為他的含流量是一般的有的16倍 他會在環境造成重大的傷害,我方不覺得在你的世界底下 會對環保這件事情有更好的注意 因為你的電動車增加了,地下遊行的車也增加了 環保對總體來講也是避他變多 最後一件事情,是我方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那一個,地下遊行它是一個沒有公安議事的場域 它沒有符合消防的法規 所以他在都市裡面都快去四處的亂蓋 這個時候他超級容易爆炸,這也是為什麼方可以舉證 在彰化的地方,他就因為地下遊行的爆炸,導致人命的傷口 方學這件事情是至少對方證明其他都比不贏的一件事情 因為人命這件事情在消亡,無法追回 但存本這件事情可以節約 請示範園,請正方二線上臺結學 楊貝爾你好,您剛剛提到環保或者設計油市等等 最根本的前期叫做地下遊行會增加 所以我們就從地下遊行會問 您剛剛有提到51年的時候,其實有試過隨油徵收 然後那時候地下遊行會有變多 對,但這不是我主要的論證方式 我主要論證是近代的,它大量的存在 而且你抓不勝抓,抓了他就跑 然後你也抓不到他 程度,為什麼近代你會評價是大量的存在 我可以舉證大量的個案,不要,我先看一下存在 這邊可以先給你看 就是在2016年的時候,在高雄 在高雄查過一個魚用柴油的地下遊行 我確認一下,你現在想是用 是不用窮局的房子去向我解釋 因為地下遊行這件事情,它就是一個地下的產業 你很難去直接的抓到他 到底實際上有多少人 如果你抓不到的話,他走就被抓 反過來問你,那我問你的態度好了 就是現況下,比如說是營業收入或空無非 都會造成油價上面其實是有價差的 價差導致地下遊行,所以這些現況下就有了 在我方制度變動之前就有價差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個案討論 因為你要談那個空無非或是油業補貼要不要被除 它其實可以成為另外一個變體 但在這個題目裡面,我很難直接的告訴你它該不該被 因為我不確定它對面的利益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考量另一個題目 這場比賽裡面,我反過來問你 就是既然你認為那些空無非 有很多的空無非或是營業稅的產業優惠 有很多細節要討論 那寧方可不可以過來討論 在我方棄燃費,隨由徵收的時候 多出來一樣多價差 為什麼寧方就不能接受 因為我覺得你的利益都沒有正成 但我的利益還有正成 這樣夠好理解嗎 因為你談的公平,就是我說的個別報側 沒有比較公平,共同報側我贏了 那你談的成本,你要考量我說的那些其他的 多的無法被量化的成本 我覺得跟實益人可能不一定比得出來 因為民眾的困擾不是實益可以比過來 所以我是無利,然後有弊 對對對 那你幫正成的弊害,可以再幫我調理一下嗎 正成的弊害,TITLE 而共同報側是一個 然後地下遊行的增加是一個 那往下地下遊行的增加會帶來兩個弊害 第一個是公安危機 第二個是環保上面它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讓環保的這個品質變得更差 民眾長期吸含流的排放物 也會造成它的背部被傷害 那我還是說你後面兩個屍體避害的事情 就是地下遊行 對對對,就我地下遊行的政策 你地下遊行 因為你的挑戰 因為你的挑戰就只是別的也會有地下遊行 那我的回應就是 在別的狀況 那我回應就是 至少我能夠證明成功 在你的制度底下會有地下遊行 會有多少 沒有,我先問一個態度 我覺得多少這件事情 你要求我有地下化的產業 你要求我量化一個地方 好,好 就我證了之後 這個時間不夠沒收完 第二個意思是 我們收所得稅 但因為一些制度上面 比如說稅率過高 所以有很多人逃落稅 這是不是一個不好的所得稅收的方式 我覺得可能可以細緻的調整 單看它就是這樣子定定 要調整嗎 所以這是一個不好的 不一定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因為你調整之後 你調整之後 它可能會侵蝕得更嚴重 或是你調整之後 會有別的鼻害產生 假設它就是在明細數的另外一端 所以稅率往下降之後 它的這個 稅基沒有被侵蝕 然後反過來 就是那個 就是阿佛訓憲的另外一端 這概念是要問你的態度 那第二種情況是 什麼東西 就是 您很認真 我討論很清楚 但是 我這邊是 真的是蠻抽空的 舉一些例子 和你討論你的態度 那第二種 所以在剛剛的情況下 這個會讓稅基侵蝕到不可以接受 就我反而 稅率越高 然後收子錢越少的情況 這個 所得稅基這種手法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能夠明確的知道的話 那 可能是這個樣子沒有 但還要考量 就是 除了稅基或者是 稅收大 我想 那考量 就其他方面不考量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那個假象 第二個的情況是 我今天 雖然 他會有一些人 逃漏稅 就是有一些避證的說 甚至他有認識一些官員 但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是 收得到一定程度的 所得稅的 這個時候的態度到底是 在第二個情況之下 有人會逃漏稅 那我直接所得稅都不收了 其實跟我舉證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我舉證的是 那個逃漏的狀況 會有外延的避害 就是無論是環保上面的問題 就是你單純的逃 所以不會有外延避害 很大的時候 你也沒有要回過頭 去處理前面的價差 就是 空物費會造成的價差 你不要把工房混在一起 就是 別的東西裡面有價差 這件事情是 那個東西的利益 跟避害要納盡來討論 但我不確定 那個東西的利益 現在是啥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做損益 但我可以確認 你的利益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有辦法跟你做損益 謝謝 第一季段比賽到一段落 本席宣布林響三分鐘後 有反方先行截電 有反方先行截電 OK 那我們這樣子過去 好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沒可能 有可能有什麼提議 因為我們想說 我也是要去做 你們很知道為什麼 好好的 照早上 我可能會想講 講講講講 就是 有小女 其實是放過 如果我今天看了 我會想講講 我會想講 這樣子是你躲出來的 然後這樣子來接我 要彈車中 開車中 一樣 客手就是 所以 開車中 開車中 不能只是主的 對 對 對 不用擔心 好 很明顯 不然 不然 由 後 一 還 馬 還 不能弄的 可能有電動車 但是不能用電動車 他後來的電動車 就是手段上面的電動車 手段上面的電動車 手段上面的電動車 你覺得是 都在他們不能折磨一個人的交叉 可是他們希望透過電動車 都能不能折磨 你覺得他太快要折磨 這也是現在安排人才能想 對於什麼 我們不然會默奈 現在反方上台接見 謝主席先最後出一個邏輯上問 你台方不讓極有防 為什麼其他的政策可能造你地下優好 但你只要允許他存在 可是反過來就像在他方追求公平的制度底下 你也沒有去課的電動車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不是價值的拉到極端 重點是你這個價值的權衡過程 到底能不能滿足我們對政策的想像跟需求 所以我們要查信是 在這個制度底下 如果我們造成地下油行 它所掩飾的萬億成本 跟你所希望追求的價值之間 我們應該要怎麼進行選擇 這才是一個合理的討論的態度 我們現在討論第一件事情是公平的方式 他方證明公平叫做 我方舉出一些因素 比如說顏色 這些可能造成不公平的因素 他方認為他比較公平的 是因為如果在顏色相同 車程相同 車重相同的狀況底下 他比較公平 可是反過來 如果在我方制度下 我們也考慮了車重 所以如果我車重相同 然後我開的車程也相同 在我方制度下 是不是也存在某種形式上公平 如果他們在你 如果考慮的那個變數上面 是相等的話 我方也有存在某些公平的狀況 可是我們不能拿自己的例子裡面 都存在某些公平的狀況底下 就直接正成我的公平 為什麼 因為在你的事物底下 也可能存在某一些不公平 比如說 假設我現在車重相同 車重相同 但因為我的車身嚴重不相同 腳要不同 肺率的時候 你方該怎麼樣去比較這樣的狀況 那不就是你方程度底下 做出來的不公平嗎 我為什麼可以因為我的車子 顏色跟你不同 為什麼可以因為我被堵在高速公路上面 車子開不動要多耗勇 而就多被客森汽車燃料費 所以他方在公平上不能很取巧 你說明他有一個公平的狀況 就不去討論他方程度下 額外出現的不公平狀況 所以整體來講 在這個公平點上面 我方認為其實他方 其實沒有真正的證明成功的 他們不能用只看他好的方式 而不看他考量到不必要的地方 就是說明他是比較好的 這第一有五分 但我們現在談 可是在我方程度下 做到比較好的是什麼 是我們認為電動車 它是你用使用道路的 特殊的利益關係作群之一 所以你應該被納入 共同報廠的原則裡面 為了你可預期的道路使用的利益而負責 而在他方底下 他方的態度是不行 他方的課證有的是什麼 是他們覺得電動車 它應該要被追求 是我們希望能夠鼓勵電動車的產業 可是我們在思考 每一個站 政策背後本來就是他想要追求的目的 什麼意思 在這個政策 汽車燃料費他主要目的是什麼 是我們希望能夠達成 對於公路的養護 可是對於電動車的鼓勵 政府態度可能是什麼 是比如說 像是去年的給狗狗肉換車的補助 或者是有其他的做法 可以去達成相同的政策目的 這要談事情是什麼 不是他方講價值不重要 可是是發生 但兩個目的互相衝突的時候 我們必須回頭來思考 到底這個目的 這個這個制度 背後所真正要追求的是什麼 重點是你的道路養護 跟你需要對應幾項 對應的責任 所以他方不能把不同的制度 所要追求的效果圖為台 他方為了追求電動車的 電動車的產業的興起 放棄了對於道路養護裡面 重要的共同對場原則 我方認為 本目導致的做法 因為如果今天政府 真的用他很重要的話 其實他的做法應該是 比如說 你在使用電動車上面 我給你一些 你買電動車上面的補助 來去達成這樣相同真正的效果 所以在這裡的比較 我方認為 其實我們的態度更加貼近 對其他人家費 本來要追求的 道路養護及共同對場的責任 而不能拿其他一些 政府可以透過其他手段 來打成目的來否定它的效果 這在這個城市上比較 有時候我們更貼近 我們對這個政策原本的想像 好 出現完這個城鎮之後 我最終要處理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成本的部分 海方在考量成本的時候 都只考量到基層成本 可是我方認為我不行 為什麼 那是因為在前面 我們確定已經正常地 地下遊行出現 而在高雄 在新北 在桃園 或在彰化 其實都有出現七車遊行 出現七車遊行被發現 有方已經成功證明了 也不論你七車遊行 它有更高的含油量 或是汽油行可能會爆炸 所能帶來的社會成本 所以那邊思考的事情是 他方所擔心的基層成本的部分 他方所講的是 我有可能證補他 收到的錢會沒那麼多 可是你來相對換成代價是什麼 是你讓一個城鎮的居民 他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的風險之下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我家附近有地下遊行 當有電台爆炸了 這樣的成本我們能夠承擔嗎 像在發生高中氣爆的時候 我們炸了一次之後 我們就進行大幅度的政策修改 為什麼 因為錢可以再賺 可能如果在一般爆炸 你炸回了一個區域 或是你當野人物刷監視的時候 那是一個不可逆的傷害 我方向這台更重要的價值 謝謝 各位好 先去處理比較不公平的地方 對方說他要考量車重 可是實際上 至少在我方水油徵收的情況底下 他其實額外還會去考量車輛的載重 在這單純他去看原始車重的情況底下 沒有辦法拿到考 所以至少在個體的公平上面 我方也會比較好 只是舊魚到底是整體的公平比較重要 還是個體的公平比較重要 這件事情看起來 就是很方便有打算去比較 那我也不打算這個部分爭執 台灣比較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是在地下遊行的部分 對方一直說 現況底下地下遊行的這些業者 可能會脫產的方式來去規避 可是說白了 如果按照對方的邏輯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脫產 所以以至於完全沒有任何效果的話 那其實會完全難以去解釋一個邏輯 就是在過去50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既然會採用水油徵收的情況底下 導致嚴重的地下遊行問題 可是在後續相關的制度監製 以及是將相關的法則提高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現況底下我們可以去接受 有空付費的存在 所以換而言之是 你所講的這個 你所講的那個地下遊行的事情 我當然知道脫產可能是一個 雙方世界都以下都沒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但至少在我的部分 我提高的檢舉有誘因 至少可以去避免 現況底下積增人力不足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我確實可以去解決的部分 所以總體而言 地下遊行到底有多嚴重這件事情 你不能單純只是說 純粹的一個 或者說完全沒有效果 就直接去說 在我世界底下你會更嚴重 而且在你方世界底下的說法 就是在空飛區塊裡面 如果你方真的覺得 那一個地下遊行所掩飾的 外衣的避害 是那麼嚴重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你沒有打算 要去把現況下空飛飛掉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地下遊行危險 它可能會炸死 它可能會有一些相關的 對於車上面的手套 所以在整體的制度運作當中 大家其實也盡可能會去規避說 不要去使用地下遊行的部分 我不太覺得你在講 那個避害是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去被 完全沒有辦法被解決跟被調整的問題 再回到分兩個層次來看 回到我方的理由 對方一直去談行政成本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沒有真的 打算認真去證明行政成本 到底有多少 而且他的說法 對我來說就會比較像是 所以因為你有一些行政成本 你要變動 人民可能會不適應 不適應 所以你可不可以好好說明一下 你想要推行的政策是什麼 那如果我說明清楚的情況底下 我不太覺得 那個具體而言成本的地牌 到底有多影響 那回過頭來 對方一直說 在我方的事業底下 可能會環保更差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不是很care環保這件事 說白了 現況底下就算去販售電動車 或是油電話車 實質上面沒有比較環保 我也不在 重點是 現在在整體國際的趨勢上面 我們希望 可以 現在在國際 整體國際產業的趨勢上面 我發現電動車 油電話車 甚至省油的科技 都是廣受各個外資 所在意的一個投資標的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台灣要去做為產業轉型的情況 做為產業轉型的這個時機點 我們必須要盡可能去搶得先進 盡可能在這個市場當中 去佔有一席之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方認為 不單只透過其他制度而已 透過期燃費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去連帶 產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 這也是 為什麼 在我方的制度 而這件事情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攸關到 台灣是否能 在未來就是 整體更趨向於 是電動車跟 油電話車的 產業的情況底下 我們不單單是 我們不單是在國內 可以去有很高的站 其次是在外銷部分 能否有很漂亮的表現 這也說明了 為什麼政府 不管是在勾狗樓的部分 有去做相關的補助 或者是現在 這個 紅海 或者是這個 紅海跟這個 這個育榮 都去開始投注在油電火河的部分 都是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人 可以去投注這個產業 來去幫助台灣整體 去運作更好的部分 那 對方唯一在說的事情 就只有分兩個 就是說 人民可能會不適應 可是我覺得任何的制度 它本身在運作過程當中 多多少少都會有的事 所以我這個時候 只會希望告訴大家 現況底下 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樣的一個產業發展 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大家可能會很不習慣 但大家可以忍一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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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台主在道指告的戰略 請問在場中方有抗議事項 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請評審為大家進行獎領 首先請陳昇南先生為我們獎領 底下裁判的下很多位大家好 那 我覺得這樣比賽 對我來說是一場很精采的比賽 那我覺得我看的是 很 蠻盡興的 那我覺得雙方很多交通 都是我覺得 蠻漂亮的 那當然 中間還是會有一些遺漏的地方 我覺得遺漏的地方 一定就是決勝部 比較可惜一點 那待會我會講到 那 先講正方 正方剛開始 我覺得中規中矩 你就是 改誰 有稱收 然後跟其他這方 比較有點不一樣的是 你除了電動車不收以外 其他 現況下不用收的那些 大眾交通系統 我們都要收費 那這可能 是一個攻防點 可是這樣比賽沒有討論到 反正 因為反正也不在意 所以你們各生對象就是 所有車都收 所有電動車 那 配套就是要加鹽 地下油的查機 不管是解決獎金 或者是加他的罰款等等之類的 那 原則上就是用多少路 收多少錢 那因為車重 車重跟氣缸素沒有關係 但是從油量可以換算出來 那車重講的不只是車 車體的本身重量 而且還有含他的載重 那 其實你可以再講一個比較 如果你要討論的話 你可以去舉一些 真的比較大型的營業用者 例如說卡車 這在你們的情況下 是不熟的 那卡車呢 他們的載重 是算鈍的 所以說他的空車跟非空車就差很多 那這個可能就是你們的概念 那當然空車跟非空車 或者他的用油量跟道路的耗數會差很多 我覺得這個例子會比較明顯 你如果是講人的重量 那感覺就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 當然有啦 但是感覺就不大 那你們又講一個 附加利益是透過加油再去收費的話 你們認為機身成本會比較低 大概會比現況下 少了10億的機身成本 這是一個配套措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附帶利益是 因為你們只有電動車不熟 而且油價相貴也長很多 所以在你們的情況下 應該會促使大家去太舊換新 兩種東西 太舊第一種是 一樣的車款 可是因為我太舊了 所以他的油耗轉換 效率造成 一樣都是開馬自打 可是我的車因為比較舊 所以我耗也比較高 那我就想把它換掉 另外一個是 我可能電動車不用被瞌睡 所以我趕快去換電動車 而且電動車可能 短時間因為是水油車 水油課程都不會被課到 所以有一個太舊換新的 一個成業者的利益 這是正方所說的 那對反方來說呢 反方我覺得今天對我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失誤 因為對我來說 你們今天算是變動現況 那因為你們也變動制度了 那你們變動制度其實 我老實說如果我要判出 不成立的話是可以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制度是什麼 我只聽到你們制度是 你們要加上配車重 那怎麼課徵 怎麼稅制怎麼收 不知道 甚至在一開始 在一變深入 包含一變答辯的時候 你要比照什麼國家 我也不知道 一直到一變深入的時候 有說 一變在答辯的時候 有說 我也說不清楚 但是也許我們可以 比照日本制度 這個也許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 明顯不是一個 你們要變動制度的態度 到了二變的時候 比較清楚告訴大家說 我要採取的是 我要採拿日本的制度 那我現在沒辦法 完全計算出來答案是為什麼 但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如果講程序正義的話 對我來說其實是有點晚 而且加上其實 正方第一個問題就是 問你這件事情 問你說你要 他先問你有沒有變動制度 你說沒有 然後後來他又問說 那你的制度應該先要一模一樣 你又說不對還有加了車重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回答就不太正確 已經讓我覺得對你的接受度 下降很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當我確定你是變動制度之後 他就開始問說 那你的制度長怎樣 那你的制度 因為你一直攻擊我的變動成本 會有變動成本 那我想比較一下 你的制度是什麼 我的制度是什麼 你認為我的制度變動成本是什麼 為什麼你制度上沒有 你認為我的東西算不準 那為什麼你制度會算得比較準 你的制度在長怎樣 你的制度會怎麼課稅 你的制度會採納什麼樣的東西 你會不會講個所以然出來 我就在這個諮詢裡面 反正是完全說不出來的 所以如果正方 在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 如果你真的這樣講 我會很困擾 如果正方在這個時候 下一個小節說 我認為反方今天出入不成立 反方根本沒有 反方便都有制度 但反方便沒有解釋制度是什麼 我說真的 我非常為難 那我是有可能 當正方這樣主張的時候 我是有可能 直接判反方出入不成立 但是也好險 正方沒有這樣說 所以謝謝正方 因為現在判出入不成立 才會已經越越少 所以如果你真的這麼主張 我只能說我很為難 那正方比賽沒有這樣子 所以說我就不會判反方出入不成立 但是 因為這個狀況 所以對後續所有的政策 在一樣利益跟必要的對狀 都直接判反方出入 例如說如果雙方代表 真的比較公平 你有新的制度 正方有新的制度 你們雙方有公法 我直接判你比較差 因為我根本不認爲你的制度 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制度是什麼 如果在雙方去做制度比較的時候 有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利益跟必要的話 我會直接判反方 在這個公法上面 是輸的 只是你沒有出入不成立 這個是要 對反方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好 第一個 反方說你要做改成 就是要隨車重徵收 因為你講的不清楚 所以其實隨車重徵收 到底你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我原本認為 你是要去補足隨氣缸素徵收的避憾 例如說一樣是汽車 汽油車 氣缸素可能不夠 就像正方說的 氣缸素並沒有辦法完全反映出用路 所以你們要隨車重 這個應該是你們隨車重徵收的目的 可是你們在後半段 如果你有看錄影的話 你看回放 你不再討論這個 你後半段是主打 只有隨車重 我才可以刻到電動車 甚至正方有問你了 正方有問你說 所以你是不是要刻電動車 你們還說對 你們隨車重的目的就是要刻電動車 這個我覺得 已經跟你反方原本設計的 戰場已經完全不一樣 除非你們反方原本設計隨車重 就只為了電動車 可是 我不認為反方你會做這樣的設計 你應該是補足了 隨氣缸素的不足 順便跟這幫比較的情況底下 我的電動車一定比你好 其他有沒有比你好 我們再來討論 應該是這個概念吧 可是你們後面講的是 你隨車重 就是為了針對電動車 那這樣比賽就變得很不天了 就是對於電動車 你們要的是非常公平的精準課稅 正方要的是 我為了政策目的不要課稅 在這個前提底下 反方同時攻擊正方說 公平有這麼重要嗎 如果我為了其他利益 我可不可以放棄公平 沒有人對或錯 公平有沒有這麼重要 在這樣比賽裡面 雙二對我來說 我接到的資訊就是 公平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 在你沒有其他利益的時候 公平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雙方講的都對 在這個地方 反方也是第二個 我覺得反方也造的第二個失誤是 你第一個攻擊 攻擊得很強 就是你拿 在法律上的不同的位階 講說它這個是功課 而不是規廢 功課的概念就是 公平它可以放在歧視的概念 去攻擊正方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這樣說一種情況底下 公平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畢竟說在前半道公平完全是有效的 的確 在不同的定義底下 這個東西公平並不是這麼樣的 絕對重要 再加上你們其實也有些東西可以讓路 你們電動車可以讓路 所以公平當然不是這麼重要 可是打到這邊就夠了 在這個地方 你不斷去問正方說 那你可以不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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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這個地方我覺得就太過了 因為假設你去問正方 那為什麼更公平的時候 更公平帶來的 單就更公平這件事情 有沒有避害 你們講說單就更公平 後面它可能會有其他的避害 例如說我要更公平 我要付更多成本 但這個叫更公平帶來的避害 可是如果不付成本 單純更公平 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們也沒有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覺得正方也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 你一直告訴我 你一直質疑我的公平 講到好像這樣比賽 公平一點都不重要 那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不同提具 你一直講說群體課徵 那為什麼要所有的用路人 都課每個月一萬塊 而是要不同氣缸素 甚至你學氣缸素不夠 你還加了承重 你不就是要讓它變得更公平嗎 你的制度不就讓它變得更公平嗎 你的制度不就讓它變得更公平嗎 你的制度不就讓它變得更使用者付費嗎 更 誰用的路比較多 誰付更多錢嗎 在這樣的制度底下 你已經變動制度了 你還一直質疑它誰更公平 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就認定你其實你的制度本體 就是要公平 在公平比較底下 就像我講的 你知不講不清楚的情況底下 雖然你講的後面的東西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說加上油耗 其實油耗很可能會計算出不重要的東西 而且你講的是 車體的顏色 代數 冷氣都會造成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是 你們資料上使用的那個技巧 你們講的是 開冷氣跟不開冷氣 油耗可能會增加10%到20% 那而且 就算你的車子顏色不一樣 有可能油耗會增加喔 我其實蠻好奇 車子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照著你油耗增加的比例 是不是這麼多 我在猜 你們的舉證方式 應該只是哪一個 油耗差異最大的拿出來嘴大家 所以應該 理論上 應該是有沒有開冷氣的 差的是10% 比如說有沒有開冷氣是10% 有沒有代數差的是5% 顏色不一樣可能是0.3% 我概念可能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正方你細細跟反方去切割 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正方今天送一個包裹式的討論是 好啦 就算這樣講 那至少我在一樣開冷氣 一樣顏色 一樣代數的情況底下 如果之後我開比較多的路 我就要開付比較多的錢 我還是比較公平 有瑕疵 的確有瑕疵 討論下來誰剩誰 我覺得 油耗的空間 但第一個 我覺得 因為反方的制度變動 讓我比較不信任反方的制度 所以說在這個公平比較 我是看給正方的意思 第二個是 我認為正方可以再去做協格 去討論是 代數的狀況底下 在台灣用戶就這麼大 我可不可以去算平均 大家會代數的狀況 然後去換這個油價上面 可以 冷氣 冷氣我可不可以也去做 大家使用習慣 就例如說夏天大家平均都會開冷氣 那大家都開冷氣的時候 你多10%我也多10% 沒有使用不一樣 顏色 顏色我真的控制不了 可是我想問你 顏色到底影響幾% 假設顏色就影響幾% 那我就只能說不好意思 你愛開紅色你比較 10% 那你就講多點 所以我只能跟你說不好意思 但是它影響很大 我覺得這個地方 正方是有工法的空間的 可是不管怎麼樣 在公平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第一個是 反方的制度本身 其實你也是要追求 Mono承受公平 第二個是 在個體的情況底下 因為你的制度講不夠清楚 所以說我認為反方的情況下 會 正方的情況下 在公平 個體的公平影響 影響發生 正在公平的部分 那在群體的公平的部分 是這樣子 我覺得群體的公平 這檔比賽裡面 本來就沒有可比性 因為 反方的確你在群體的部分 你比他多顆了電動車的好處 那你的利益就在於兩個 第一個是徐利跟公平 第二個是有召於電動車的時候 你不用再負一次電動成本 可是對於正方來說 正方其實雙方都可能接近 你公平在這種比賽裡面 本來就是被被這樣堵 那正方今天為什麼要這樣堵 電動車 他其實話很長的篇幅講 他是要做 產業的太久換新 他要做車體的太久換新 他要做車體的太久換新 他要配合行政院的政策 來幫助賴清德院長 這能夠實現2035年 不然的話他會被經濟部部長打臉 那為什麼被打臉 我就幫你加退一個 我把油價變高 可能我變電動車的機會會就變高 他們一直在講他們要太久換新 這些事情你們前半段 其實沒有這個攻擊 後半段只有在結面的時候 你有講太久換新 應該要用別的標的來去課稅 可是能不能說不能用他這個標的來做獎勵措施 其實在租稅的情況下 本來就有很多因為獎勵的措施 所以我不讓你去課一些稅 所以這個地方只能當作是一個人的質疑 當你只是丟出質疑 而且沒有在前半段打的情況底下 我認為在群體的公平的確正方有拿 反方有拿到 可是對正方來說並不是一個避害 他只是拿去做交換 而這場比賽裡面 我也沒有說正方得利 但至少這個地方我覺得群體正方沒有失利 就是群體上正方得到了一個環保的利益 反方得到了一個公平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雙方沒有去比較 暫且算打批 所以在公平的部分部分 群體沒有誰陷 在個體的部分正方是贏的 這是公平的部分 那再來第二個比較 建制成本 建制成本我覺得也是 反方今天 嗯 我覺得反方建制成本打的不夠誠意 比較像正方當面講的是 你建制成本感覺就是嘴大兩句 你的建制成本 其實今天比賽呈現出來就是 變動成本 就是你們想想推定的儀 就是你想你變動制度一定有成本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因為當正方想要問你說 那你說我會有什麼建制成本的時候 你們有點是贏為三分之的 你們有點是講不出來的 你們說法院開也要成本啊 那加油站建制也要成本啊 可是他們就講說 現況下不是有設空屋費了嗎 空屋費加油站就已經收成本了啊 你們最後被他逼到的是說 那好啦就算你一樣 那我寄送的方式標的要不一樣 我要先寄一封空屋費出去 再寄一封這個氣燃費出去 先就不討論 那為什麼他一定要寄兩封了啊 那就只是寄兩封的行政成本 我不認為這個東西對於造成很大的行政的傷害 而且這個東西怎麼樣是換算 你至少要跟我說 油搓一張一塊錢 一百萬個用路人 你每半年收一次 你每半年就要付一百萬出去 至少要做這樣的計算 你才可以有理有趣吧 不然的話 真的在反正方一個一個去問你的情況底下 就很像是你只是要把變動成本這四個字合理化而已 而且再包含的是 正方一開始就丟了一個10億在這邊 我告訴你 我的計算成本比以前 就是少10億 丟在這邊讓你花 只要在10億以下的 我就覺得 當然我也知道我有建置成本嘛 只要我的建置成本在10億以下 我都不會比你虧啊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到底拿什麼跟他比較 我覺得這裡是沒有的 所以建置成本 我們認為正方的情況下 建置成本比較高的 是 最後是在比賽裡面 我覺得最關鍵是 我覺得 前面都說沒關係 反方是可以透過這個翻盤 而且透過這個理由 我其實 猶豫很久 就是地下遊行的部分 地下遊行 反方一直攻擊 反方拿很多地下遊行的東西來攻擊正方 你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講 地下遊行 你是抓不完的 以這樣比賽裡面 我覺得反方是呈現成功的 地下遊行 我認為 是抓不完的 可是抓不完 它到底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正方錯攻擊 不好意思 我口罩弄得 不能呼吸 正方今天攻擊的是 地下遊行的出現原因 是因為它有價差 可是現況下 不管是營業稅 還是未來的空屋稅 都會造成它有價差 我的氣燃稅 只是大概增加它10%的獲利空間 這個東西並不會造成 它從沒有遊行變成有遊行 而有遊行的它本來就會繼續賣 也多只是你會覺得它很不爽 這個犯罪分子 為什麼在我的資格裡 它會多賺10%的錢而已 可是在遊行裡面會變得更猖獗 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主動去做 你用什麼東西去做證明 這個地方我覺得你只是講說 有利潤 有利潤 可是正方告訴你的是 對 我知道有利潤就會有遊行 可是原本 就算沒有空沒有氣燃費的利潤 已經足以我去犯罪了 就好像本來我就會去偷錢 那這個時候 本來我就去偷郭台銘他家 你今天告訴我 郭台銘股票多賣了2000萬 我會不會更想去偷 也不會 我會不會就不想偷 也不會 我就是會偷 只是我突然進了他家之後 發現好爽喔 我怎麼多了2000萬 然後你覺得這個犯罪者 這樣很不對 可是到底有沒有造成 我會更想去通他意願有提高 可是意願的提高 怎麼換轉成實際的行為 我覺得這邊還有一個落差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 你們今天一直聚焦討論在 遊行的本體 那正方就問你一件事情是 那你其他制度也有 你要不要積極解決 你們前面也說要跟嘛 就代表說大家都覺得 是可以解決的 可以改善的 不能說可以解決 可以改善的 你才會跟嘛 不然你幹嘛跟制度 正方其實前面也 前面正方我就問了 沒有殺傷 你當然很有技巧 他前面就是先很簡單問你說 那你要不要跟我的制度 你們說跟嘛 那跟了之後 正方就問你說 所以你就是覺得我制度有效 你們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定有效 那正方就問說 我制度如果一點都沒效的話 你幹嘛跟我的制度 代表是你也可能 我的制度有一定的效用 你才會跟我的制度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代表地下遊行的問題 是會被緩解的 這個是地下遊行的本體 可是我就說討論地下遊行本體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是要討論是 使用者啊 就是油行沒有變多 可是使用油行的人 會不會比例有變多 因為 喝了這個稅之後 可能我的稅 我的美工生加油的 油費就要多 1.5塊到2.5塊 對於機能的司機 對於貨運業者 對他來說是差非常多 舉例來說 我爸以前是開那個水泥車的 我們家一個月的油錢 大概是30到40萬 那如果說 你每公升柴油 有2.4塊的話 我老實說 從經濟考量上 我是有非常高的誘因 是叫我爸 偶爾幾趟 去用那個地下遊行的油 對我來說是很有誘因的 就算油行沒增加 可是他生意可能會變好 這樣的話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問題是這樣的 不良的油 對石油者會有問題 第二問題是 直接攻擊到這方論點 你的政策裡面要維 什麼樣維持公平 叫每個人都課到稅 假設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那一群 大量擁有的人 司機 貨車 建設業者 Uber 多去用地下遊行的話 你課到的錢在哪裡 你課不到錢的話 稅死我不跟你討論的人 你的公平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地下遊行 真的比較可怕的地方 不是在於遊行本身 而是在於使用者 就算遊行沒有增加 只要多一個使用者去使用了 你的稅機就會少一個人去降稅 你要的公平就會少一個 原本你是不管怎麼樣 可以被課到一個 換算的價格 可是在你的情況下 是從有課稅變成零課稅 這個不公平 跟這個造成的稅務的損害 是更嚴重的吧 可是在這樣的比賽裡面 我其實一直等到三遍 我都自己決定 三遍前假的我都算贏 不一定算贏 論理問題都給你 截變前假的我截變前給你加分 然後正方也是 正方如果有反應到的話 我就當你防守成功 可是正方到最後 而且正方三遍也出了一個小失誤 你在深蹲的時候 完全沒有講地下遊行的事情 這地方讓我很擔心 我會覺得如果在這個地方 反方多了一個 告訴你說地下遊行的使用者部分 我直接把這點都看給反方 不一定他們贏 論理問題都給他們 假設傑邊講這個的話 我把傑邊路直接灌上去 可是 我要真正拼聽到最後 在地下遊行的部分 你們最後還是停留在 遊行本體 雙方在遊行本體上面的工房 那以本體上面來說 沒有一個結論 而且硬要講的話 正方還比較積極一點 正方講的是 總是要解決的 我們積極的解決 處理完之後 我們不應該因為地下遊行 把這種好的稅收方式 來去做退休退讓 態度上還比較積極一點 所以最後的比較是 在公平性 我覺得第一個是 反方制度有點失誤 第二個是正方情況底下 正方再補一個 正方正弱的時候 其實有講的概念是 誰可以公平是誰把 油價算得比較清楚 因為你沒有講你的制度 所以正方正弱 就自己幫你解釋你的制度 正方講說你的制度是什麼 你就是透過一堆的公式呢 現況下公式 加上重量 乘以出來 換算成耗油量 再用耗油量 乘以油價去課稅 也就是說 你還不是用耗油量去課稅的 只是你的耗油量是估算的 我也是用耗油量估算啊 我指我的耗油量是實際耗油量 誰比較準 一定是我比較準啊 他的概念是這樣 他講的有沒有錯 不知道 因為你也沒講 所以在這樣前提下 我當然是相信他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雙方一比較 你是估算 他是實際使用 大家都耗油量 我當然是相信正方的 在公平性的地方 一定是正方得利 在使用者付費的地方 正方得利 在地下油行的部分底下 正方的確有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 會不會造成 直接影響到這個制度 我覺得不一定 最後再加上正方 其實還有一個太舊喚心的利益 所以我就會把 跟你們最後判 比較高分給正方 那這是我的獎評 那如果有需要討論的話 可以再找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陳川南珍先生的講評 接下來我們請蘇焦明先生 跟我們講評 好 那個雙方的辯士 還有那個兩位 俊森老師 那我們其實 真的非常精彩 那也是我第一次擔任辯論賽的評審 所以我也不會想 那個整個辯論賽的 機制規則的部分 我想兩位 評審應該跟大家講 那我想從這個課題的本身 來談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 其實我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的直覺 正方是比較有優勢的 因為你們看到民國 那本來是89還是88年的時候 的研究報告 那我剛好也參與在裡面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那個研究報告產生 就是說 當然我就是要採水油課證 可是為什麼這20年來過去了 你會發現還是沒有水油課證 所以這裡面一定有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整個雙方在工法的過程中 從大體上論述了幾個重點 其實都有抓到這個point 第一個就是公平 我想當初會不會提到水油徵收 就是公平性的部分 那其實反正在這個過程中 你們也提到一個 水車徵收的一個修正的方式 這個也不錯 再掛一個部分是激增的成本 可是我覺得整個在看的過程中 就是說 這20年來其實 科技在進步 其實我們的外在環境在進步 所以這中間這個課證的成本 會不會真的增加 其實我覺得 雙方應該可以有更精準的一個工法 因為像現在電子 那個電腦那麼發達 其實在信息系統的改善上面 其實在反方來講 會不會增加 其實我還不知道 那其實從那個反方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現在可以用 開始比如說法單位 可以用電子繳費等等 這些其實它的成本 也不一定是 隨車徵收未來的高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另外的辯士 都不是學交通的 所以我已經蠻佩服你們 只是說你們在有限的資源的過程中 變成說 只能從有限的資料裡面來看 那第三個其實是 他的課程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其實剛剛雙方都只有談到公路的養護修建 但是他其實最後一項是很重要的 叫安全管理 其實如果從安全管理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正方應該還可以再去做 加強 因為其實我們在交通上面 在看這個安全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有個曝光量的概念 就是說 我今天其實在道路的時間越長 理論上 理論上 我發生造勢的風險就會比較高 那這個叫曝光量的概念 所以 雙方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安全管理這件事情 是有他的一個必要性 那第四個其實是 違規使用 就是地下遊行的部分 我覺得剛剛那個 陳老師講得非常好 其實 遊行本身是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地下遊行的產生 其實他是因為市場機制所導致的 那這個市場機制 其實特別對這些長土的使用者 大量的使用者 重度使用者 其實他的影響會最大 我如果今天要買的車 其實我開的不多 其實我不會去冒險 要去用地下遊行 所以這裡面其實產生一個問題 是說 好 那我地下遊行 大家對這個地下遊行的油品 他到底清楚 聽不清楚 地下遊行的油從哪裡來的 好 比如說大部分其實是羽材用油 那羽材用油的過程中 其實這個油的源頭 我們可能透過什麼的方式去管制 我覺得 狼狼在這個部分的論點有點像 但是都沒有打到要行 所以這裡面我想 大概 從論點的部分 那另外其實有幾點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部分我想辯論技巧的部分 雖然那個待會那個 賴老師應該也會去做論述 第一個汽車燃料使用費的開車 他是交通問題 因為他在公路法裡面去做 去做那個規定 可是通常一個交通問題 他到最後會衍生出 其他兩個面向的問題 一個是環法 因為我們叫汽車燃料使用費 所以他衍生到出一個就是說 我怎麼樣可以讓我的油耗變得更少 所以他會是一個環保液體 所以過去公路法裡面的時候 沒有環保液體在裡面 因為民國四十九年那時候 沒有環保的概念 第三個其實是產業的問題 我想剛剛大家在談經濟部 在對電動車的一個概念也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產業問題 所以汽車燃料使用費的開車 為什麼到這二十年來討論那麼久 有包包也做了 可是還是沒有動作 他的影響太大 那如果從交通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覺得有幾個關鍵的點 也許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環保 我想我們現在在談永續運輸 綠運輸 他都是要去鼓勵公共運輸 所以為什麼在那個大客車裡面 他會去免征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其實是安全的問題 安全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剛剛在談的過程中 也許正方可以再去論述一下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 我讓民眾因為使用成本的增加 我不願意去開車 然後我把它移轉到大眾運輸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安全來講 可能是有幫助 對環保來講也有幫助 所以這裡面我們如果從交通管理角度變成 可能會有兩個名詞 因為各位都不是學校 有個叫汽車持有的成本 另外一個叫做汽車使用的成本 其實我們現在既然被隨有徵收 就是我希望你有車沒關係 你買的車但是我不希望你使用太過頻繁 所以這個叫做汽車的使用 可是如果從隨車徵收這個時候是 我一次就把你的汽車持有成本 我自己也讓你買都不要買 那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管理的過程中 你要從源頭一開始我就讓你不要買 還是說我要讓你不要用 像比如說我有車 可是我今天到台北來 因為公共運輸發大 我就不會開車上來 所以這個部分 第二個提供給大家的概念 那第三個 第三個其實雙方都在談那個油耗 就到底什麼意思會影響油耗 這個部分其實 就我對我研究裡面來看 其實第一個它其實跟天氣會有關 天氣會有影響 載重會有影響 車型會有影響 一個更重要的 車輪也會有影響 那可是這裡面其實佔了蠻大的一個比例 叫什麼 叫駕駛行為 就是你們剛剛在講的代數 極加速極減速這件事情 我舉個例子 那個我們曾經輔導一家客運公司 就是那個國道客員 他一個好的駕駛 他去開車 他去開車 那那個好的駕駛 他的油耗大概每公升 可以跑到3.5到4公里 那如果一個不好的駕駛 就是我的下駛行為 我喜歡騎踩插車 極加速的 常常代數了 他一公升大概只能跑到2.5公里 各位去看 一公升的汽油就差了 2.5跟3.5之間其實差了快三分之一 如果要跑一趟下來 剛剛陳老師講的 如果一個月三四十萬的話 我就差了那麼多久 對所以這裡面 剛剛真的像陳老師在講的 顏色的影響這個可能是很 minor 可是這裡面 也許正方在論述的過程中 就是說 我今天其實我去水油鎮收以後 我可能還會衍生出另外的安全的效率 可是這個部分反方在工坊的過程中 其實也許可以去談另外一個概念 我是不是一定從這個角度來看 比如說 像在美國 他們有所謂的那個UBI User Based Insurance 就是所謂的個人化的保單 像我們現在在 在那個 各位回去可以去問一下你們的家人 通常汽車會是女生 車主都是女生 開車人都是男生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認為 女生開車比較安全 所以我課增的保險就比較少 可是這個部分其實是有為 它這個公平性的 所以這裡面 也許它是可以從其他的方式 來反映這一塊的部分 那再過來一個部分是地下遊行 我在地下遊行這個部分 我剛剛提到 一個部分是它的市場經濟 為什麼會有地下產業的產生 代表它有它的必要性 像剛剛講 如果一公升差不多2.5塊 我每天使用那麼多 也許我會來用 可是這個過程中 怎麼樣去做管理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已經有很多科技 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客廁 幾乎都裝了 那個 那個 衛星定位系統 所以這裡面其實我可以透過它來 我知道說它是不是去了 它不該去的地方 它為什麼停在那裡 不該停 所以這裡面也許有一些部分 是我們可以透過科技的部分 來做處理 所以這裡面 我覺得其實在坦的過程中 這個 油行的危險性有 可是 應該要像剛剛那個陳老師講 就是從兩個部分 一個是從地下遊玩本身 那這裡面其實我覺得 那個 正方一開始都提到說 那我把花環增加 可是 後來其實那個 正方在這邊其實 反方其實在這邊並沒有針對 這個增加這件事情 請你們去提出 因為它一開始就已經把 你們這個問題就說 欸 我這個部分其實我可以 去杜絕掉 那個水油症 都衍生的問題 可是你們後來 好像有一個特別再去 坐駕重 好 那 那個成本的部分我剛剛看到了 我覺得另外一個其實非常有趣的 是電動車 其實在當初二十年前做那本報告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電動車 好 那可是電動車就會牽涉到 開始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部分是 電動車 它本身有個安全管理上面的問題 如果從我剛剛講安全曝光量的角度 它其實使用越多 其實我就可能發生車禍 那當然這裡面 也許大家會想 欸 那不對啊 想要電動車我就想要TASTA 可是TASTA它其實自駕車跟電動車 它兩個其實就不一樣 所以這裡面我們在坦的過程中 就是說 第一個我到底是要從 產業的角度上面來看 還是我從我 汽涉到使用費的角度 它就是公路養護修建跟安全管理 的角度來看 那這裡面為什麼電動車 在此刻它其實是 可以區別免責 因為我沒有使用汽油 而且其實剛剛那個 正方在坦的過程中 產業這個部分 是很重要的 所以從我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 反方這邊從功課角度 從公平線的角度來切入 我覺得是一個 蠻 蠻棒的一個切入點 從遊行的角度上面 其實也是一個蠻 蠻棒的切入點 那 正方這邊其實從 一開始就從公平線 然後從地下遊行 衍生的問題 那 這裡面我覺得都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方式 那 我想這個 真的今天我學習到蠻多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 蠻精彩的一個 一個比賽 那不管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我想都給 六位辯士都給最高的一個肯定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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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的部分我留最後再講 我先講一下 就是前面 裁判還沒有提過的部分 我覺得今天 正反雙方的策略 我覺得都非常的高明 其實蠻好的 就像是反二手指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問說 不同性質的規費或者是稅 其實他所追求的價值不一樣 那正方同學應該要先論證說 為什麼使用者付費 在特別功課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值得追求 我聽到這個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有些別的場次或者是 有些裁判 或有些辯士 他們就直接會開始在講大堆東西 然後就不講他們的價值 為什麼要追求 所以在這一個手指方面 直接價值的衝撞 我想要來了嗎 太好了 我要聽聽看 雙方各是用什麼樣子的價值在捍衛 所以我一直以為說 反方同學會一直往這邊方向打 就是說使用者付費其實不是最主要要追求的目的 那後面可能會有些論述 其實他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就像那個大法官式字593一樣 就一樣 大法官式字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使用者付費或者是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上面的設計 並不是極致的去追求 他會考量到競爭成本 或者是政策上面的目的 或者是道路養路的政策計畫等等 會有一些調整 我覺得反方同學要講的是真的 不過我覺得今天也是有點可惜 就成如春夏學長所講的 就是說你們今天變動現況 你們變動現況 我不確定你們離現況多遠 你們這樣子的論點要講的前提是在於 你們沒有變動現況 所以你要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們現況之下 有另外一個價值在追求 那比較之下 政方要承擔一些成本 變動的成本不可預期 所以您覺得很這樣子的價值 維持現況是好的 所以不見得要大破大地說 我去追求使用者付費 這麼崇高的價值 我本來以為是這樣 可是在於政方守直反方的時候 天啊你們要把車重納入 計算公式裡面 然後最後才說要參考日本的制度 這個方面其實會非常的危險 因為你們就是另外一個政方 那你們就要有積極說明自己義務 然後做損益比我標的這樣子的一個義務 雖然說反方同學有這樣的失誤 可是我覺得政方可能也沒有得力 為什麼 因為這麼明顯的失誤 其實在於階段性上面 你們直接可以去衝撞 直接可以去質疑啊對不對 就是說那你方制度沒有講得清楚 那相關是另外一個政方嘛 那其實這也不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就是階段性上面 我先說就是論點分數是論點分數 階段性階段性 我是可以接受階段性分數跟論點分數不一致的狀況 那階段性分數我判的方式是 有時候分數高或低 不代表說你真的講得非常的不好 或者是非常的好 而是在於你那個時候的那個當下 做到你那個時候要做指責 譬如說我會覺得你這個時候就是要框定 那很好 我就今天正反雙方的辯識的一辯 都有做到制度上面的框定 我覺得很好 所以就會給很高分 那隨著比賽的節奏 好幾次